1955年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声 所有维新中国 做出过伟大贡献的革命家们 接连走上台 接受了属于自己的荣耀 是位元帅 是位大将力已经多日的评选 终于尘埃落地 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赵尔璐 结果属于自己的荣耀之后 默默看着自己肩章上的五角星 沉思许久 回去之后 赵尔璐就将那一身上 将军装收了下来 从此再也没有穿过 无论是多么正式的场合 他都没有拿出来过 赵尔璐的女儿赵家家 无法理解父亲的做法 曾经问过父亲其中缘由 谁料赵尔璐的回答 就连毛主席都为之感动 不由地感慨赵尔璐同意 真是个情深义重的人啊 赵尔璐究竟说了什么 让毛主席发出如此感慨 赵尔璐一个曾参加过 南昌起义和红军长征的革命者 是共产党中实打时的老将领 他曾担任过八路军攻击部的副部长 给八路军的抗战工作 做了几大的支持 也担任过 既经纵队司令人间政委 还是解放战争 时期第四页战队的参谋长 丰富的人生履历是赵尔璐在战场上 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的拼伤 他用自己的血与汗 换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誉 1955年 这个已经50岁的山西将领 迎着雄壮的音乐生 随着列队走入了中南海的会场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和一级解放勋章 待在赵尔璐身上时 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自豪感 赵尔璐被授予了上将军线 赵尔璐同志 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 能够维新中国的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 保证不辜负党的期望 赵尔璐坑呛有力地回答道 然而在转头看到金针上的五角星时 赵尔璐忽然想起了那段 和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的日子 赵尔璐忽然觉得 这个上将军线 不应该是自己一个人的 他属于和自己一起战斗 为了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战友等 想到那些战友 已经无法看到今日的新中国 也无法被授予这样的荣誉 赵尔璐心中一阵酸楚 授贤仪式结束后 赵尔璐回到家中 就把那身上将军服脱下来 整整齐齐地叠起来 放进了柜子里 从那之后 他再也不愿意穿这身衣服了 只有一次拍全家服的时候 女儿赵家家 希望父亲能够穿上军装拍照 赵尔璐才将这身 封存已久的衣服拿出来 拍照时候不自然的动作 暴露了赵尔璐的真实想法 他还是无法忘记 那些和自己一起浴血分战的战友 回家之后 还没来得及走进家门 赵尔璐就匆忙 将衣服脱下来交给了妻子 从那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穿过军装了 女儿赵家家对此感到十分疑惑 后来有一次闲聊的时候 他向父亲问道 爸爸 我记得你是上将 但是为什么从来不穿军装呢 面对女儿的疑问 赵尔璐愣了一下 因为这么多年来 几乎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想了想答道 因为这身军装 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是属于和我一起浴血分战的战友的 每次看到这身衣服 我都会想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 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 他们却看不到了 赵家家自动非懂得点点头 看着父亲难过的样子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提过那身衣服 赵尔璐的这番话 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毛主席耳中 原本毛主席对赵尔璐 参加正式活动 不穿军服这件事有所耳闻 如今得知真实原因 主席不由地感慨道 赵尔璐同志是个情深义重的人啊 他的精神值得我们的将士们学习 而在后来的工作中 赵尔璐也确实 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工作中 赵尔璐时时刻刻 都在为国家和党组织着想 50年代的时候 国家白费戴心 民众们生活还有些困难 赵尔璐就将六七个侄子侄女 全部带在身边抚养 当时党内的高级将领 几乎都配有方便出行的汽车 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坐着车兜风 但是赵尔璐却严令禁止孩子们 使用这个汽车上下学 就连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 大一些的孩子 他就给他们准备一个自行车 小一些的就坐公交车 赵尔璐之所以这么做 一来是希望给国家节省资源 减少麻烦 二来也是希望这些孩子明白 即便是将军的孩子 也和普通人一样 明白勤俭节约的道理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在赵尔璐的教导下 这些孩子慢慢长大 凭借自己的能力 进入部队中工作 成为共产党根正苗红的接班人了 赵尔璐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到部队中走动的时候 他就将侄子侄女叫过来 一边吃饭一边想他们 了解部队中的情况 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旦发现问题 赵尔璐总会第一时间上报给中央 没过多久 全国就因为大面积的自然灾害 闹起了饥荒 毛主席带头节约粮食 赵尔璐也紧随其后 从那之后 赵家的餐桌上就没有肉和面包 只有一道萝卜菜 还几乎没什么油水 那时候的赵家家还是个小孩子 本就不喜欢吃萝卜的他 每天吃的脸色发绿 饿得面黄肌瘦的 也有人劝过赵尔璐 小孩子还在长身体 偶尔吃点肉没关系的 赵尔璐也总是一句话就拒绝了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饿肚子 多少人的孩子 连这口萝卜都吃不上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让我的孩子搞特殊了 但是赵尔璐能忍受 赵家家一个小孩子受不了了 他那个年纪 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饥荒 只知道自己每天 只能吃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萝卜 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他再也忍不住 将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就喊道天天都是萝卜 我不想吃萝卜了 赵尔璐当即黑了脸 将筷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拍 说道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 还吃不饱肚子 连周总理和毛主席 每天都只能吃一顿饭 你现在吃的饭 已经比编毫太多了 还敢挑三拣四 赵家家从来没见过父亲 发这么大的脾气 当场哭了起来 后来在父母的教导下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不懂事 赵家家为自己的行为 向父亲道了歉 不难时期过去之后 赵尔璐很快 又投身到国家的建设工作中 1961年 随着国防部办公室的成立 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也被提上了日程 赵尔璐将军被分配到了这里 负责我国的国防事业 赵尔璐工作兢兢业业 工作人员经常大半夜 还看到他的房间中 亮着灯做笔记 因为当时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 还带走了足足一卡车的资料 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每个人身上 都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所以赵尔璐一刻也不敢松懈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赵尔璐的身影 虽然对于物理学知识了解的并不多 但是赵尔璐依旧时时刻刻 冲在工作的最前线 机器出现了问题 赵尔璐要亲自去看看 材料短缺 赵尔璐要亲自上报中央 工作报告 他必须一字一句写清楚才能够上交 就连工作人员身体不舒服 他都要亲自前去问候 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 罗布伯上空 终于生腾起一朵蘑菇云 那朵属于中国的蘑菇云意味着 新中国不会再受到美国的 西方国家的核威胁 原子弹的研制成功 让我国有了在国际上立足的底气 然而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 60多岁的赵尔璐病倒了 心脏病和肺气中 时常折磨着赵尔璐的身体 1966年 他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 在工作的时候 甚至需要保健医生 守在旁边 有时候参加会议的时候 还需要带一个氧气瓶 越来越严重的病情 使得赵尔璐卧病在床的时间越来越长 身边的工作人员 都劝他停下来休息休息 但是赵尔璐 却怎么也放不下手中的工作 1967年2月2日 国防部办公部门 依旧和往常一样繁忙 唯独赵尔璐的房间中 没有任何动静 察觉到异常的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结果推开房门之后 却看到赵尔璐坐在平时工作的地方 垂着头一动不动 他的面前 还放着一份等待神月的文件 赵尔璐走了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都还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像这样一位重情重义 兢兢业业的老前辈致敬